大家好,我是你們茶的 這個不是在懺悔的 因為我的工作是數字規劃師 所以我要來聊聊我的心路歷程 為什麼數字規劃要開放 應該說為什麼數字規劃要開放 現在這個社會 台灣社會事實上越來越民主越來越開放 越來越火星 但是我們的空間 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成長發展 事實上 我個人覺得他還是在一個獨裁 一個統治的一個狀況 那 我們要獨裁 我們舉個例子 社執導 大家都知道 柯P上任就是說 社執導要開放 社執導有三個方案 但是 三個方案要給這個軍營來選 但是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他們要去回答 為什麼社執導要開放 為什麼社執導要用 許多端子的時候去開放 為什麼只有這三個方案 為什麼人家住宅區 為什麼要三個層這樣子去做 所以 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所有的政府 所有的國家部門 我和我們自己公司 所有的團業者 都專注了牛肉 但是牛肉只有三個部門讓你選 這個 一個是 牛肉的緊追期胖之類的 但是 如果想要吃羊肉 你就吃不到 因為你只有牛肉可以選 那 一樣的 沖山機場簽見 那個 林青龍副市長 一上來就說 欸 沖山機場要搬走 但是為什麼要搬走 搬走了 我們會失去什麼 搬走了 產業會怎麼辦 搬走了我們的配套做什麼 確實上還沒有溝通過 沒有全民 沒有整個市民去做溝通 去 凝聚一個共識 所以 當 這個空間上的政策 一旦落下來 由 這個主政策落下 這就定案了 他就再進行 但是 另外一個跟長況的問題 就是 我剛剛講的獨裁 空間的 事實上是八年一次 或者是 一任市長一次的獨裁 那 這個例子就是 桃園的鐵路 上一任市長說 桃園鐵路要高價化 好 高價化開始做 那 去年的 這個選舉過後 噴水已逐漸 新的市長說 桃園鐵路要低下化 那 過去八年 過去十年 過去十幾年 所有的桃園高價化 都炮上來 那 這是獨裁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看看 那是不是可以進入變 我沒有說奶靠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民族化的過程 那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決定 不是落在市長的口中 而是落在民眾的心中這樣 那 另外一個 獨裁的案例 曾經的 台中 BRT 現在變成了 台中公路 公社 三百路 一樣是一個混水 一樣是一個獨裁 一樣是一個幾十億 的一個 經費的 小號 那 這個也是空間獨裁 那 所以 我想要講的是 都市貴要專業 其實 是一個 空間上的政治 代義的政治 那我們 空間專業是代義師 民眾是民意 政府是官員 那 整個 這個都市貴要 都市貴要的委員 或許會是一個代理 我不知道 那 我以前 所以 代理政治局的時候 就是這樣 不關心政治的懲罰 就是被照顧到的統治 那 不關心城市空間 會怎麼樣 大家可以自己照去 那 我想講的其實 這一個 就是我 前一個公司的主管 跟我說的 也不是跟我說的 就是開會的時候 開玩笑 身為都市貴要的專業者 我們中期目標 其實消滅都市貴要這一門專業 那 這是他講的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但我自己解讀就是說 都市規劃 做規劃的 不是我們這些專業者 應該是民眾 應該是居民 而 都市規劃的專業者 必須要停止去知道說 我們都市要怎麼做才會更好 因為這個答案 在我們心中 應該是在所有的居民的 的討論跟協調跟協商的過程中 才能找到個答案 所以 我們 身為都市要關於的 要做的其實是 幫助居民 表達出心聲 幫助居民民居住共識 然後 把它轉化為 適合我們 國土計畫法規 架構出來的 一些官方文件 或者法規文件 或者是一些 導應程序 把它做完 那 才能形成說 這整個 都市規劃 都市空間 跟這個權力關係 包含這個 專業者 就是做一些 技術上的支持 然後提出一些理念 那跟 地方居民 做一些 小個人的知識的溝通 然後 鄰居共識 最後才回歸到 政府的這些 政策工具手上 讓整個 都市空間 能夠有好的 一個 一個 發展 所以在這個 這個理念下 這個概念下 我就 過來去引一彎 然後提出一些專案 那 很不幸的 我目前 也剩下我一個在台上 那 就是 我有提一個 派發 就是一個 什麼叫 過程 那第一個階段 就是說 首先讓我們 身為專業者 那跟大家 跟市民交通說 我們在想什麼 然後市民也可以說 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就是一個 資訊交流過程 所以我提出了 就是一個 都市計畫書 就是 這些官方現在就有的資料 沒有人用 他覺得很冷 他不斷幾乎 因為他是PTF 他沒有規格化的 可是沒有結構化的資料 所以我提出來 兩個專案 一個是這個 都市計畫書的資料庫 一個是都市計畫委會的資料庫 那 這個目標都是在 把資料庫文本 結果化之後 做成一個 機器可 處理整體的一個格式 那 最右邊的這個 實際計畫小百科呢 就是 我的想法是 就是說 那個裡面 我後面是有頁面的 我跟他在講 那所以 在 在第二個地方就是說 建立起一個資料查理系統 之後 大家可以去 甚至建立起一個平台 就是 大家可以 到邊上 自己 自己 自己做個樣 所以 目前的專案狀況 包含這個 VCR小百科 那我 先前開了一個 workspace 那 不過後來 好像也只有我在那邊寫而已 就是 邀請大家一起來玩 那 這個目的就是說 有些 專制工具的專用名字 例如說 私立童話 就是前陣子的那個 記者物一直在打 還有那個 橡膠 向各位 一直在打 十一重話 那事實上 他們在新聞傳遞 或者是 一些 造謠生思 造謠生思的一個過程 他們就是 利用這種資訊落差 因為 他們可能讀過法規 他們知道結構 他們知道這個法規的經驗是什麼 那利用這個資訊落差 去做一些抹黑 然後 我可以追加抹黑嗎 就是 就是說 所以這個 都教小百科 文工教授 就是說 建立起這個知識的共享 所以文工教授 是 大家都是跟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去做一個資訊 然後把自己做一個解決的結果 放到這個小百科上 那 其實是一個偽機改革的概念 所以 我不知道後來 最後面還會變得很好的 可能是 回歸到偽機改革的結構 可能是另外有一個 會塞 那 另外一個傳言 就是 讀字計畫書的結構化 那 先前 其實我找一兩位工程師 他幫我把 就是 一個安逸決定內湖 讀字計畫 弄成一個 C-book 那弄完之後 他就消失了 所以 就斷頭了 那 不過他還是存在 那 最後一個 就是 我們知道 因為 我想要沒有人來弄 我自己來 就是委員會的這個 紀錄 結果化 那我就是 試圖把 上面這個PDF的資料 把它轉換成下面的這個 JOSEN的結構 那 目前就卡住了 因為 因為我沒有前端的能力 我沒有後端的能力 所以 鼓勵學習 那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找我 一起做這樣 那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可以不要關心 我在做 但是 請記得 一定要關心自己的周遭的空間 自己住家的空間 自己這個外面公園啊 街道空間 因為 這個東西才是我們生活的一個 實體的範圍 謝謝